最后再来看看中国足协 看看他们最近在忙什么 今天的经理晚报报道说 足协预换办公地点 事怪风水不好 报纸说最近有消息讲 中国足协人士认为办公地点 北京市重门区 西照四街 这个街名寓意了日泊西山不好 西照四 西阳的西照射的照 西照四街寺庙的四 说这个寓意不好 日落 再加上之前的这个 足协里面出了一档子乱七八糟的事 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 这个不吉利 风水不好 造成了今天中国足球工作 每况愈下 准备换一个地方办公 当然这条消息呢 没有得到足协的证实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第一确实并非空穴来风 但足协不愿意证实 第二 这完全是捕风捉影 当然我相信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足协也不会去承认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风水不好 所以要换个办公地点 总之呢 这条消息在没有确定之前 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说前两天 足协副主席于洪成 和综合部的负责人 确实是已经去看房子了 所以有些网友就调侃说 那就搬到得胜门吧 听着名字都觉得风水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足协能够做出来 我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做过很多 让大伙瞠目结舌的事情 但是网友说出来的话呢 我倒不太赞成 网友不应该支持足协去搬家 为什么呢 因为足协这么干的话 一定会落下一个笑柄和悲哀 因为为什么呢 中国足球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如果不从体制 机制和工作上找差距 而从风水上找问题的话 那不是最大的悲哀吗